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时间上的原因我没有给大家做总结 我们接下来用很少的时间把收入费用和利润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来吧 这一章一共是三节 其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收入 我们看看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确认和计量一共是五个步骤 我们俗称五步法模型 第一步叫识别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在识别合同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考点 第一个叫合同的合并 第二叫合同的变更 重要的是关于合同的变更 合同变更一共有三种情形 情形一是基础 你得给我背啊 得把这些话给我背起来 要不然你写那个理由的时候你就不会写了 对吧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情形一你会说 你要知道它最后的处理是要把变更的合同作为新合同处理 而情形二和情形三它不属于情形一 那不属于情形一的话 怎么去区分呢 移转商品和未转商品之间可明确区分 就是情形二 移转商品和未转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 那就是情形三 情形二应该是把原合同中止 尚未履约部分和合同变更的合并的一个新合同 而情形三应该是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再来是识别合同中的单向履约用 我们怎么去识别呢 从两个维度 第一商品是否可明确区分 第二在合同层面上是否可明确区分 那说合同层面上我怎么区分呢 有三种情形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记住关键词 包括整合产出高度关联 重大修改或定制 这些关键词要掌握 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形 那它在合同层面上就可明确区分 那你要识别是一项履约义务 好 再来确定交易价格 我们在确定交易价格的时候 一共有四项因素 需要考虑可变对价 重大融资成分 应付客户对价和非现金对价 那在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可变对价 也说我们如何去评估 去衡量这项可变对价 你比如说我现在把产品卖给你 卖给你之后呢 我说根据你拿这个机器设备 生产产品的收入一定比例 你向我来支付合同价款 那么这个时候各位 因为我卖的是实物资产 它不是让渡资产使用权 换句话说它不是特许精权 不是授予知识产权虚可 所以呢我们不能用例外情形 那个上几课上课的时候 有同学可能不理解这个例外情形啊 什么意思各位 你看我们那个授予客户知识产权虚可 是不是得等到两个数完 一个是我履行相关的履约义务了 第二就等到你真正卖完之后 有收入了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再给我 我可以缺收入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形的话 你就得合理的去评估 它的收入是多少 你按照它收入的一定比例 你来去确定你的交易价格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外情形 那你是可以等的 别的东西你不能等 你不能等的话 那就合理评估 记录到你的交易价格 在履行每一项 履约又是人家去确认收入啊 那再往下呢 就是重大融资成分 融资啊 你看一看谁为谁提供融资 如果是企业给客户提供融资 那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如果客户给企业提供融资呢 那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好 再来是非现金对价 非现金对价一定是按照合同开始日 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值来确定你的交易价格 当合同开始 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值不能可靠确定的 我们可以间接计量用向客户转上商品的供应价值来确定你的交易价格 再往下是应付客户对价 一共包括四种情况 第一个一般来说是充减交易价格的 第二我买东西了 那就是按购路处理 第三你是买东西了 但是你购路的商品的价值远低于你向客户支付的对价 那差格部分去充减你的交易价格 第四傻了吧唧啥也不知道 买商品没买了供应价多少不知道 一问三不值 那这种情况下就充减你的交易价格 一共是这么四种情形 接着来到了第四步 将交易价格分摊之客单项履约又扎分 按合同开始日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区分 好这点要注意 但是如果合同当中有折扣呢 这个折扣怎么分呢 是不是想分谁就分谁呢 注意不是 跟谁有关就分给谁 最后是旅行每一项履约又时 我们确认收入 那么在这里你要知道 我们有时段旅行的 有时点旅行的某一时段 一共是三种情形 那么这三种情形是什么 你得等背下来 考试真的考你写理由的话 或者说你判断它是某一时点 那为啥它是某一时点呢 你得说不属于某一时段 一二三 得会写 好 那么这三种如果有其中一条满足了的话 你就是某一时段 否则的话你是某一时点 某一时点我们强调是控制权转移 确认收入 控制权转移确认收入 这就是收入的五步法模型 不管你什么特定交易 其实它都逃脱不了这五步法 那再往下是关于合同成本 合同成本呢 这里包括合同取得成本和合同履约成本 取得成本就一个你就记住销售佣金或销售提成 就这么一个是合同取得成本 而合同履约成本就是料工费 对吧 说白了你去盖房你去修路 那你要发料发工发费对吧 那就是料工费 合同取得和合同履约成本它都是企业的资产 那么后续我需要贪交它进损一 一般来说 我们是合同履约成本 贪交进主营业务成本 一般它是某一时段旅行的嘛 所以相当于合同履约成本 类似于再建工程 对吧 你先规及 规及结束之后 然后你再去按照你的履约进度 转主营业务成本 再往下是特定交易 特定交易呢 我们一共给大家讲的是 八个 第九个是PPP 对吧 PPP 你把无形资产汇了就行 首先第一个是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那么我们应当把预计会退货的这部分 确认于预计负债 不要确实收入 同时把预计会退货的这部分 所对应的成本 确认为应收退货成本 当你未来真正退货 不管退多退少退与不退 这四种情况 不管哪种情况 你的预计负债 和应收退货成本 最后都要给它冲掉 要会编会计分入 第二是 富有 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 那这块呢 我们要区分 你到底是保证类的质保 还是服务类的质保 一般根据国家三包法的规定 比如说是一年八天十天 三包法的规定 这叫法定的 这属于保证类的质保 执行或有事项准则 跟收入没有关系 确认预计负债 进销售费用 第二 如果你在正常保修范围之内 又延期了一部分 这属于服务类质保 你应该识别一下 它是否构成单项旅业义务呢 如果构成 OK 识别出来是一项旅业义务 要把你的交易价格 分给这项旅业义务 在旅行时 确认收入 第三个呢 是主要责任和代理人 我们怎么去区分 就看你向客户转上商品之前 你能不能控制 那我们具体来说 有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个 价格谁来定啊 第二个 存活风险谁来担呢 第三个 主要责任是谁呀 好 这三个如果你明确了 你就是主要责任 如果不是你 那你就是代理人 主要责任人 我们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代理人呢 净额法确认收入 好 再往下 是富有客户额外购买 选择权的销售 那么这个购买选择权 你要评估 它是否构成一项重大权利 如果不是重大权利 像我举的例子 吕老师吃饭 给个八折卡 下次人全单八折 你就没啥权利 但如果给个六折卡呢 你去吃饭 你不拿卡是八折 拿卡是六折 你告诉我 你这里的增量折扣是多少 两折呗 那这个增量折扣 你要识别出来是一项履约义务 然后把交易价格分给这项履约义务 但你履行时确认收入 那么比较典型的是 付客户奖励积分 奖励积分这一块呢 要求各个同学 第一 会计算 第二 会编会计分入 再往下 第五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那对于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第一步 我们要判断 这个知识产权许可 它是否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第一 不构成 你比如说 随着硬件配套的软件 它就不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如果它不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那你就是把硬件转让的同时 去去着收入 第二 如果构成呢 好 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我们得去分析 它是某一时段 还是某一时段 那能不能跟上面这仨是一样呢 那注意不是咯 它有自己单独的一个评估模型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应该是某一时段 否则是某一时点 那这三个条件是啥呢 第一个 你想想刘老师这张脸 我上课举个例子 是吧 我将继续讲课 那继续讲课 要从事相关重大影响的活动 第二个呢 讲课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对吧 那就会有利和不利影响 第三个 不会向你转上商品 好 这三个条件 你都满足了的话 那你就是某一时段 否则你是某一时点 而且在这里记住了 你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如果你根据销售额 销售量的一定比例 来确定你特许权 受与知识产权许可 这个收费的金额时 第一 该项履预议我已经履行了 第二 后续销售收入产生 这两者数晚来确认收入 它是个例外规定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在这里我不再确认 不再追溯 这种下是售后回购 售后回购啊 各位同学 不要上来就是租赁 上来就是融资 不要 各位售后回购 你先看是企业有回购权 还是客户有回售权 如果是企业有回购权 这个时候你再去比较一下 你的回购价值和原售价的关系 如果你的回购价值大于原售价 那是融资 如果你的回购价值小于原售价 那是租赁 但如果客户它有回售权 各位 这时候你得看它是否存在重大经济动因 如果它存在了重大经济动因 那你再把你的回售价格和原售价值比 大了是融资 小了是租赁 但如果不存在重大经济动因呢 那就是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了 好 这是关于售后回购 这下是客户未行使权利 你首先要合理评估 客户未行使权利是多少 然后按照你收入的模型比例来确认收入 这我上课给你讲过 面包房 面包店 那例子 当然这里如果有增值税在这里掺和 你就看打好基础那例题 那道例题你会了 客户未行使权利就OK了 切记不能嘎巴一次性把客户未行使权利都给我确认收入去 明白了吗 OK 账下是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三种情况 对吧 第一 这个初始费我没有向你转任何商品 企业跟我转商品也无关 说白了就额外再收入一点钱 那就把它作为交易价格分给履业义务就可以了 第二 我确实跟我转商品相关 但它不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还是同样 根据我转商品来确认收入 第三 跟转商品相关 但是它又构成了单向履业义务 那又履行时确认收入 但你别忘了 要把你的交易价格分给人家 那要分给人家 最后就是PPP项目合同 一共三种无形资产 金融资产 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有点难 你别上来学混合模式 我要求各位同学在基础阶段 一定切记切记 要把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模式 这两个模式要听得懂 无形资产模式要会做题 金融资产模式要听得懂 那这俩其实如果你懂了的话 混合模式也就懂了 对吧 混合模式实质上就是算个比例 所以对于无形资产模式 你就记住 你收到的是非现金对价特许权 把它做无形资产 也就是说很多同学不理解 为什么我每一年 比如说我上次举的那个例子 4000成本 然后4200是收入 这不理解 这个有啥不理解的呀 你想一想你给他修路建房 4000是你的成本 按照成本加成 我加成到4200 4200就是你的收入啊 但是问题他给你钱吗 他不给呀 他给的是啥 给你的是收费权 所以构成无形资产 因此你的无形资产就是合同资产加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就这两块 把它转无形资产 后续你在运营期间 你这个无形资产该抬销要抬销 抬销进成本 对吧 后续期间你在运营的时候 有运营收入 该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所以你不要把PPP想的那么的难 你要把这个基本的逻辑搞清楚 这就是无形资产模式 而金融资产模式呢 他给钱 说白了 我每年确认收入 该确认确认 合同资产 该确认确认 当他将来要给我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合同资产转应收了 实际给的时候借一行贷应收 但是他不是一次性给的 他是分期给你的 所以这里会有企业 给客户提供融资了 所以要确认你的利息收益 因此你会发现 我们有一个借合同资产 带财务费用 混合模式简单了解 这就是整个收入这一节 重要的核心关键考点 我还是那句话 各位同学 你如果PPP就是学不会 不要紧 前面这些东西都会了吗 你别把所有的精力都抠在这 各位 我们月考有考100分的 也有不及格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讲 都是我一个人在讲 是吧 我们这次平均分是66分左右吧 我今天看了一下成绩 66分左右 所以如果你没有及格 一或是说70分以下 各位同学 你都极其可为 你不要说老师我及格了 各位 你要知道 这次月考题难度系数不高 明白了吗 难度系数不高 有些题呢 可能是我课上讲过的原题 稍微变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60分以下 各位同学 真的 我就听你说吧 你学了个寂寞 因此各位同学 现在是5月中 你时间还够 千万不能放弃 接下来费用 三大期限费用 知道各自核算的内容 最后利润 这里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 三个利润指标 要会计算 第二个 本年利润的快递处理 要知道 第三个 综合收益总额 要知道 怎么去计算 好了 这就是整个 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一章 给大家做的这些复习 那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教材的第18章 正负补助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一章的学习题要 这章也是重点 重点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曾经是考过 计算分析题的 但是我估计 现在再考计算分析题的 概率不是很高 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8年考的 那说18年为啥考呢 准则有调整 当年书写的是新的 所以他考了 从此以后 再就没有单独考过 计算分析题 第二 他的重要原因是 他可以和收入结合 你能理解吧 就他跟收入可以结合 让你去辨析 是收入还是正负补助 所以他可以 在主观题当中 来进行考核 所以各种题型 都会设计 那接下来 请把书翻到387 我们来看第一集 关于政府补助的概述 来注意听课咯 注意听课咯 政府补助的定义 看看几颗星 各位同学 几颗星 两颗星 啥意思 不能不会 性价比比较高 我们先说一说 什么叫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从政府 注意把这俩事过圈上 无偿 取得货币性资产 或非货币性资产 就白给的 啥料白给 没有任何诉求 没有任何诉求 你比如说 刘老师如果有800亿了 我说我把全国的中级 初级 初级 考生都召集来 来学习就行 你考试过了就行 不用花钱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无偿的 是 对吧 当然我不是政府 所以我对你们 实质上也是一种补助 对吧 但是有一些 你感觉 它是从政府来的钱 但是它不是无偿的 那它不属于无偿的 你比如说 政府作为所有者 把钱投给其了 它也是把钱投给其了 但是企业赚钱了呢 赚钱你得给政府分红了 对吧 那它就不是无偿性 明白了吗 你们真的真的 我跟你讲 好好学吧 以后呢 等你们的孩子 考诸块的时候来找我 那时候可能 真的就免费了 对吧 刘老师有800亿了 真就免费 但是我有条件 你考过了 我给你免费 考不过的话 你得交费 所以你看 你为了不花钱 你说就认真学了 你认真学 是不是就过了 是不是一个道理 对吧 我一再说 诸块考试没有那么难 同学 你想过不 想过 把你所有的身家 都放到刘老师这 你考过了 我就还给你 你考不过 我替你捐了 你放心 你铁锅 说白了 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给到你 对吧 你说你身家 比如说有个30万50万 你都放我这了 你考不过 我替你捐了 欲哭五泪 所以你拼了老命 你也得把他给我考过了 是吧 现在说白了 就没有这个 批了老命这个充劲 所以各位同学 我还说那块 今天是5月15号 对吧 我们考试8月底 所以努努力 还是很有希望 不60分吗 让你出40分了 对吧 来吧 我们看看哪些属于政府补助 哪些不属于 这里呢 要强调几个事 第一个叫货币性资产 第二叫非货币性资产 这个能理解不 货币性啥意思 非货币 非钱 非货币 比如说给你机器设备 给你土地 给你房屋 这叫非货币 来 属于政府补助的 包括第一个 无偿补款 白给钱 第二 税收返还 来 这个税收返还 听好了 是你真金白银给我叫上去 政府真金白银给你返回来 这叫税收返还 你要是直接减免 加计抵扣 抵免 这都不是 这都不是 比如说咱们小微 小型微利企业 企业所得税有税收优惠 高筋技术企业有税收优惠 各位这都不是政府补助 我们谈的政府补助 一定是你真金白银的给我交 然后政府真金白银的给你退回来 这才叫政府补助 那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出口退税 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政府补助 它为啥呢 你看 你要是有点增值税的原理就好理解了 是吧 包括你们增值税是学过生产企业出口退税免抵退 对吧 好 它退的是啥 退的是你在国内采购环节的增值税进向 我就问你啊 这增值税进向如果它不给你退 请问 请问未来你干啥 你是不是可以抵交相啊 你比如说我进行100万 我交相150万 我150减100我交50万的增值税对吧 好 它现在相当于是什么 把国内你采购环节的增值税进向给你退了 那东西本来也是你的 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你自己掏腰包掏出去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它给你退回来 它是政府补助吗 它不是 那说税收返还是啥呢 你比如说你把增值税交上去了 我举个例子 软件是企业 增值税负超3% 急增急退 说呀我这个交正税交100万 但是增值税的税负都已经超3%了 那超过的部分20万 我给你退了 这是你真金白银交上去的 然后政府又真金白银给你退还回来 这个才叫政府补助 来财政贴基 财政贴基你让银行贷款利息 政府替你承担一部分 亿或是全部替你承担 这也是政府补助 以及无偿给予非货币性资产 这些都属于政府补助 不属于的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 那么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政府补助的特征 第一个 它一定是来源于政府的资源 你说像刚才刘老师给你举的例子 我有了800亿 我全国免费给你们上课 来吃来住我都包了 这叫政府补助吗 这叫刘老师补助 对吧 这叫刘中补助 这不叫政府补助 所以它不是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而是个人的 这不属于 好 第二 非常关键的 无偿 上课你再瞎说话 我跟你讲 晚上白无偿黑无偿就给你带走了 你跟他瞎白胡呢 是吧 你跟他瞎白胡 无偿心 啥就无偿心 就白给的 没有任何索取 对吧 就像妈妈对你的爱 没有任何索取 像刘老师 刘妈妈对你的爱 没有任何索取 所以它是无偿性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说一个例外情形 你帮我看一看 说假呢 它是生产高效节能产品 比如说生产高效节能电灯 它这一个灯正常卖给消费者卖多少钱呢 例如卖20元 政府说你20元就没人买了 对吧 你正常的电灯人家10块钱 你卖20块钱 这样你卖8块钱 你卖8块钱 推广节能嘛 那假公司肯定不干呢 对吧 我生产的一个灯 成本都15呢 你让我卖8块钱 我肯定赔呀 政府说了没关系 是吧 你差多少钱 说 说差12呢 我不给你 我不给你12 好了 假公司它收到这12元 请问 它是不是政府补助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政府补助 一定是无偿的 你看它是无偿的吗 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告诉我 政府补的是假公司 还是补给终端消费者呢 他压根就没补给假公司 说白了 我假公司好好的 我卖20 你非得让我卖8块 然后政府你说你 替消费者补了12块钱 各位 它不属于政府补助 所以对于假公司而言 你要确认收入 就这俩合在一块 明白了 这就是你的交价个20啊 对不对 你政府补的不是我假公司 而是终端消费者 这样的例子其实挺多 比如说你们坐公交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老年卡 爱心卡 西洋卡 学生卡 不说话了就正常卡 各位 正常比如说你刷卡 坐车是两块钱 但是老年卡可能五毛 甚至是免费 它为啥要刷这一下呢 有时候你都是老头老太太 你这还要刷一下 人公交公司是通过刷卡数据 跟政府要钱的 但是这东西是政府补助吗 注意不是 他不是 他补的是公交公司吗 注意不是啊 他补的是谁呀 补的是我们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们 以及我们的小学生们 对吧 好了 所以这个事你听懂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里多少文字啊 说企业从政府取得经济资源 如果与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密切相关企业 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是企业商品或服务对价的组成部分 应当按照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不适用于政府补助 明白了吗 你们上课就瞎白虎吧 然后人考100分 你跟他眼红 然后白虎 你看考100分的考八九十分 这上课没有瞎白虎的 那ID我都看了 没有瞎白虎的 来吧 各位同学 考试考这块就让你去判断 比如说一到二分的单选或多选题 下列各项 属于政府补助的有 属于政府补助的事 你去选就行了 别选错就行 好不好 来举个例子 说蒋思生产节能减排产品 国家为了鼓励节能减排的推广 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协议价格 蒋思中标后需要按照协议价格 10万元每台的节能产品消费给消费者 每台成本是15万 你会发现它的什么成本和销售价格是倒挂的 对吧 倒挂了 你正常你得卖15万以上吧 但是不要紧 23点度 蒋思因销售及能减排获得财政资金1000万元 来 这1000万元请问它是政府补助吗 不是 对吧 刚才解释过了 它应该是做收入 按收入准则 所以各位考试考你主观题 你要会写 问你为啥 比如说蒋思把这个做政府补助 你说此块就处理错 或者不正确理由 理由就这句话 来来来来 理由就这句话 来源于政府经济资源是企业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应当按收入进行快计处理 这句话写理由 你会写吗 对吧 经济资源是企业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应当按照收入进行快计处理 把这句话记住 把这句话记住 所以最后我们判断下来 它补的不是我企业 补的谁 补的消费者 补的是用户 对吧 我正常我这东西 假设我卖20万 你偏偏让我卖10万 那差的10万你给我补呗 再来看下一题 说乙公司是以高新技术企业 为推动科技创新 乙公司根据国家政策 向当地申请研发资金2000万元 根据规定 要求乙公司将这笔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工作 不得挪作他用研究结果 归乙公司所有 你告诉我 这2000万 它是不是政府补助 这回就是了 白给的 如果这么说 说研发结果是 乙公司和政府 共同所有 各位 这就不是政府补助了 说白了 相当于政府拿钱 让你去研发了 你给人提供服务 相当于 对不对 你给人提供服务 那就不是政府补助了 所以最后我们应当按照政府补助来进行会计处理 我们接下来看16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各位同学16年整体那一年的题出的非常棒 时至今日 16年的题出的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16年题 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 别丢字 江思从10年开始受政府委托进口医药类特种饼材料 再将饼材料销售给国内企业 加工出钉产品 并由政府定价后销售给中断用户 由于市场上饼材料价格上涨 而国内钉产品的价格要保持不变 形成了进销价格倒挂的局面 14年之前 江思销售给生产企业的饼材料 以及进口价格为基础来进行定价 国内财政弥补生产企业 产生的进销差价 14年以后呢 国家为了规范管理 改为限定假公司 对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 然后由国家财政弥补假公司的进销差价 不考虑其他因素 从上述交易的实质判断 下来关于账公司从政府获得进销差价 弥补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是 我读完了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我正常卖给生产企业 比如这个饼材料1000块钱一吨 但是现在人家涨了 人涨到8000块钱一吨了 我还得按1000块钱一吨卖给这个企业 这时候政府说 这7000我给你补 那应该是做政府补助来进行会计处理 还是作为收入来进行会计处理 各位我还是那句话 你补的是我家公司吗 你补的是生产药品的厂家 对不 所以他不是政府补助来看A 他做政府补助了 这不对 B确认收入这是对的 C呢 所有者投入 谁让你当我所有者的 D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谈政府补助就是错 所以本题正确大概是B选项 各位这个题啊 其实真的真的 你看人家写这个东西 这就是14年及14年之后 我们国家对于某一些特定药品 它的一个管控方式 非常非常具有实物性 非常非常具有实物性 非常棒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关于政府补助的分类 这个分类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下 有两类 一类呢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另外一类叫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说这两个我们怎么去分呢 说与资产相关 你记住要么他给钱 要么他给物 给钱 未来会形成长期资产 比如说给你100万 让你去购买设备 给你1000万 让你去研发某项专利或非专利技术 所以给的这100万 他都是与资产相关 一或是我直接给你个设备 对吧 我直接给你个房 这都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说什么叫与收益相关呢 不是与资产相关 就是与收益相关 比如说给你100万 拿去花去吧 买冰棍吃 白给的 对吧 具体型的 比如说有一些企业 他这个创新了 然后呢 给当地政府争光了 脸上争光了 在国家级的评奖上得奖了 政府一高兴一拍大腿 给你100万奖利款 没让你做什么 就是白给你100万奖利款 鼓励当地的其他企业 效仿奖公司 创新研发 当然啊 这个事儿吧 有一说一 有的时候呢 也是骗补 是吧 有些企业骗补 这个呢 就不在我诸会课上 去给大家展开桌子 有机会咱们再聊 好 与资产相关 和与收益相关 后续啊 我们在核算的时候呢 都有两种方法 那总额法和净额法 至于会计处理 后边呢 一会儿我会单说 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去数 总额法也好 净额法也好 我们后边单说他 在这里我不再去数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也是来自于财政部 阿丽直言 他确定了 他是否属于政府部 一定要注意听 这也算是我们教材 一个新增案例 来注意听啊 说假呢 租赁某物业 说白了就是假住个房 租赁息是五年 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租金 为支持假公司经营发展 当地政府为其提供租金扶持补贴 江司在每三个月支付租金后 向政府提交租金支付的凭据证明申请文件 政府审核后发放相应的三个月的租金扶持补贴 好 到这我们看一看 首先你判断一下 就给这个租金的扶持补贴 就读到这为止 他别的没有了啊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政府补助 我们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是啊 白给的嘛 对吧 没有任何所求 所以他是政府补助 这个不讲 那么政府补助 下边我们得分 到底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 所以这个政府租金的扶持补贴 我们再要往下看 他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 通常情况下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文件会要求企业将补助资金 用于取得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 江司收到政府补助的性质 为政府对企业所付物业租金的补贴 弥补的是企业相关期间的租赁 成本费用 不符合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规定为 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个呢 当时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持反对意见 或者说有争议的 但是既然人家书上 已经这么确定好了的话 咱就别废话 你就定好了 政府给我们租金扶持补贴 这叫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因为在政府补助准则里边看 你形成长期资产 要么是固定资产 要么是无形资产 他没说别的 实质上你租他五年有什么 有使用权资产 对吧 那你说使用权资产不是长期资产吗 他也是 但是在我们政府补助准则里边 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的就是固定和无形 所以咱不去探究 既然这是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案例指引 我们诸科教材也把它收录了 你就记住 记住结论 考试今年考你 是吧 下来各项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游 就不选他 与收益相关呢 该选就得选 把它给我记住了 好不好 记住没 过了啊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新增加的 把它记住吧 好不好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项是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首先呢 政府补助他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般情况下 我们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时候才能进行确认 因为啊 你想想政府白给你钱 哪那么多好事 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它是负条件的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一百万 你啊 得在我这待三年 给你补一百万 你在我这待三年 三年之内你不能离开 所以你得看一看 你能不能满足政府补助 所付条件 你比如说 我再给你一千万 让你去研发某一项非专利技术 对吧 你能不能符合条件呢 说能 好 第二 政府也得有钱 对吧 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哎 这两个条件你都满足了的话 你就可以确认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笔政府补助进行确认 OK 那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啊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就是他没给呢 但是呢 企业符合了相关政策条件 就可以获得这个收款的权利 企业 与之相关经济力很可能流入企业了 那么这个时候 虽然钱没到 但形成应收债权 其他应收款 就是你能够收到这笔钱 你也符合相关规定了 但是政府一直没给你钱呢 咋办 其他应收款 记住这颗目 其他应收款 记住没 好 接下来我说说会计处理方法 俩 一个呢叫总额法 一个呢叫净额法 这两种方法 你自己去选择去 你可以总额也可以净额 但是一致的御用 你不能今儿高兴总额 明儿不高兴你就净额 那不行 那说啥叫总额法呢 哎 总额总额 我就是把政府补助单独进行合算了 也就是说你在收到政府补助资金时 确认负债 这负债叫地盐收益 叫地盐收益 它是一个负债 而不是作为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或费用的扣减 而金额法啥意思呢 金额法就图省事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现在呢要买一个研发仪器 大约花150万 我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这个研发呢又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 哎 我去找政府去要钱去 政府说给 给50万 那你告诉我 你自己真金白银花了多少钱 就花100万 对吧 所以呢 如果采用尽量化合算 你的固定资产入账就应该是100万 而非150万 上面那个呢 总额呢 那得按150万入账 那说这个政府给的50万呢 确认为负债 叫地盐收益 后续再进行会计处理 说清楚了没 好 那么企业应当根据经济有的实质 来判断某一类别的政府补助 你到底是总额还是金额 要通常进货下 同类别的政府补助 只能用一种方法 你不能说像我刚才说了 今儿我高兴了 我好好听课 明儿我不高兴了 那么姑奶奶不来了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你要一致的一贯的运用下去 不得随意变更 那么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有一个新的科目 叫其他收益 这个科目呢 我说的新 但是呢 你不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负债的时候 讲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讲应交税费 对吧 讲应交税费 我们讲过 其他收益 所以如果是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进其他收益 如果是无关的呢 进营业外收入 注意 有关的 日常活动无关的呢 进营业外收入 有关的进其他收益 其实你看到的其他收益也好 营业外收入也好 这是总额法核算 但如果是进营业法呢 你要是日常活动相关的 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无关的 那就是营业外支出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说日常活动有关无关 怎么去分 听好了 我们有利润表的利润指标 叫营业利润 注意啊 这是政府补助准则 首次提及 就是人家准则 告诉你什么叫日常活动 什么叫非日常活动 什么叫有关 什么叫无关 如果经济业务是在营业利润之上的 你比如说我什么提折旧啊 发生减值啊等等吧 它是在营业利润之上的 这叫什么 这叫日常活动相关 而在营业利润之下的 那是日常活动无关 记住这俩 它的判断标准 就是以营业利润来作为卡期卡线 在营业利润之上的 就叫与日常活动有关 在营业利润之下的 就叫与日常活动无关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去具体介绍 相关的快据处理 首先我们看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里包括两种合适方法 总额法和净额法 这实际上很简单 首先咱假设简化处理 就是一申请 政府就批 批了就给钱 现在政府把钱给你了 例如给了一千万 那借银行存款一千 带地盐收益一千 刚才有同学问说地盐收益为啥是负债 哎呀那你说我咋知道呢 人就说他是负债 那你说我为啥姓 比如叫刘忠呢 我爷姓刘 我这忠是我爷给起的 那地盐收益这个呢 就是政府 财政部会计资格 这些准则委员会的老头老太太们起的呗 是吧 就这种问题啊 祝快考生 认真听 没意义啊 好收钱了 收钱之后呢 各位同学 你是不是拿着钱去买 买什么设备呀 或者买土地呀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你买的是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 例如机器设备能用十年 听好了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你这台机器设备能用几年 这是我想要的 至于你机器设备按什么方法去提折旧 什么你加速折旧啊 你什么年限平衡 我不管 我看的是年限 好 现在我看到是十年 对不 好 那么我就把地盐收益分十年转损益 那一年转一百万 对不对 那就借地盐收益一百 那你看一看 你这事是日常活动 还是非日常活动 如果它是日常活动 那就是其他收益 如果它是非日常活动 那就是洋业外收录 所以你去辨别 它到底是日常还是非日常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说白了比较简单 但是天有不射风云 人有霍西大福 这倒霉设备啊 有可能在第八年的年末 在第八年的年末 我把它提前给卖了 你看地盐收益这边 是不是还是按十年一点一点的 你浓我浓的 一点点再转当机随意呢 但是如果这个设备在第八年的年末 我把它给卖了 这是地盐收益 生无绝裂 两眼一黑 直接过去 你要把尚未转销的地盐收益 一次性转水益 那就是借还剩二百万 地盐收益带其他收益的 能理解不 所以相关资产使用寿命结束前 你被出支了 尚未贪销的地盐收益余额 应当一次性的转资产处置 当期随意不债予以地盐 所以人家这个地盐收益和他所形成的长期资产 是你浓我浓的关系 你在我在 你走了我也不活了 剩余的一次性就都转了 记住这事没 说清楚没 各位同学 OK 好 赞往下 我们要说明几点问题 第一个 如果企业先取得政府补助资金 再构建长期资产 你比如说 你在21年的12月25号就取得政府补助资金100万 但是呢 长期资产是在23年的1月28号这一天才构建完成 各位 你前面这段期间怎么办 忍着 这边忍着 就像那个白蛇似的 是吧 500年了 一直等着 等了 等曲线了 是吧 等曲线了 说忍着 所以这一段期间 这个政府补助要贪销吗 别贪 忍着 当你的固定资产 一或是无形资产 它开始折旧货贪销时 你再把地盐收益分期转损一 这能理解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说如果你先构建固定资产 然后再取得政府补助 说我这个固定资产呢 在21年的6月25号这一天我就买来了 但是呢 我就一直去开始申请 哎呀 申大请啊 申大在23年的4月25号这一天 终于把政府补助资金 批下来了 好 这个时候你看什么 从这往后你看你这个固定资产呢 无形资产呢 你还能用几年 你按照剩余使用寿命 将地盐收益转损一 所以核心点是啥各位 政府补助就有点像备胎 你懂吗 他就有点像备胎 他就一直跟他等着 当人家分手了 他才过去 是吧 我先来 我先来 我等着 等固定资产形成了 固定资产先来了 我还没来呢 是吧 好 我来之后 我看固定资产还有多长时间 所以各位同学记住了没 他就是个备胎嘛 是吧 哎 就是个备胎 记住啊 来 第三 对于无偿给予非货必行资产的 啥叫无偿给予 白给你个楼 白给你个地 白给你个湖 白给你个山 这叫无偿给予非货必行资产 那么应当按照公寓价值来计量 同时确认地盐收益 注意听啊 比如说我现在白给你个机器设备 这台机器设备的公寓价是1000万 那就借固定资产1000 带什么 带地盐收益1000 但是问题啊 有的时候给什么荒山啊 荒坡呀 这个没有公寓价 那咋办 明义金额寄量 那借无形资产 带其他收益 别地盐收益了 说这块地能用40年 你把一块钱分40年拆交 那小数点后边都几个零了 所以记住了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给无形资产 给固定资产 那这借无形固定 带什么带地盐收益 白给的嘛 然后你的无形资产 和固定资产 几年呢 好 我第一个收益就分几年 转当期随意 还有种情况就是荒山荒坡 没供应价 这个说实在的啊 就是 这实际上就是准则写的时候 怕实物操作当中有这种情况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告诉我哪个东西能没有供应价 对吧 哪个东西都得有供应价啊 我们有资产评估师啊 专业的资产评估师 啥东西我都能给你评估出来 包括空气 我都能给你评估出来 对吧 你的空气pm2.5有多少 我根据这个情况 我给你评估 是吧 所以啊 这一块大家就简单听一听 就可以啊 就可以 那这里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你的固定资产 如果它加速折旧 请问 我的地言说 要不要加速跟着去分摊啊 不用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你活多久 至于你怎么活 你活的是否精彩 跟我无关 因为我是个备胎 我只是默默的跟着你就可以 对吧 备胎 你看备胎什么上前面 不都在后边吗 是吧 那车的备胎 要么在后边 要么在下边 是吧 我就默默的跟着你就行 至于你怎么活 你到底是蹦迪啊 你还是喝茶啊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我看你能活多久 我就跟着你活多久 记住没 OK了 好 这是总额法核算 我们再回顾一下总额法 收到时 先确认地言收益 对吧 然后根据资产的使用寿命 分期转损益 存水益呢 那就是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 就是其他收益了呗 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 那就是营业外收入 如果你资产提前出支呢 提前出支 就是要把援近地言收益的经营仪 剩余的部分全都转水益 转档期水益 OK 接下来是净额法 净额法就是图省事 就是图省事 你看是这样 我们净额法的核心是啥 我现在给你政府补助资金是100万 然后呢 你买个机器设备是180万 你看 你真正花钱花多少 花80万 那好了 我就给你打回原形 你不就是花80万买的吗 好 我就按80万做固定资产 所以我在收到政府补助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100 带地言收益100 然后你当时借固定资产180 带银行存款180 你花180吗 那现在给你打回原形 借地言收益100 带固定资产100 所以各位同学 你告诉我 你的固定资产 现在的余额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80万 对吧 就是80万 OK没 说清楚没 差不多了吧 那后续期间怎么办 你按80万去提折旧就行了 按照80万去记提折旧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呢 拿一道题 这道题目呢 我既按总额法 还按进额法 两种方法 咱都讲一讲 好不好 对比来看 对比来看 说20年12月4日 蒋思因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向当地政府申请购置环保设备补贴资金200万元 20年12月15日 经当地政府审核后 甲公司收到当地政府补贴资金180万元 20年12月20日 蒋思购露不需安装的环保设备支付价款600万元 预计从寿命10年 净残值为零 直线法提折旧 25年12月24日 蒋思因操作不当 环保设备发生回损 经批准予以报废 假定无残值 该设备用于生产产品 折旧费 进制造费用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好 我们12月4号这天申请 12月15号人批了 批了给多少钱 你申请200万 最后拨款拨的是180万 所以这200万没用 所以你在12月4号这天申请的时候 你不用做账 这天你不用做 真正到12月15号这一天人给你了 那就借银行存款180 带地盐收益180 主要 不管是总额 还是进人都这么做 接下来12月20号 你花600万去买个破设备 那就借固定资产600 带银行存款600 这边一样 借固定资产600 带银行存款600 总额法做到这就结束了 你固定资产就是600 但是竞额法是什么 打回原型 你真正花多少钱 你不是花420吗 对吧 你不是花420吗 所以把取得的政府补助资金 从地盐收益给它冲 冲固定资产 所以你现在固定资产的原值 就应当是420万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开始提折旧 一共呢 总额法是600万 预计使用是10年 那一个月呢 应该是5万的折旧 一个月应该是5万的折旧 所以借制造费用5万 带累计折旧5万 好 地盐收益说 我是你备胎 我就看你活动上时间 你怎么 你怎么参了 你怎么来 那所以地盐收益是180万 也是10年 每个月应该是1.5万 那就借地盐收益带其他收益 注意这是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所以把它记录到其他收益当中 信用法这边呢 信用法跟政府服务没关系了 他说420除以10年 每个月应该是3.5万 所以借制造费用3.5 带累计折旧3.5 每个月 你看他省事 对吧 他最省事 好 到了25年12月24日 报废了 你算一算吧 到现在为止 你固定资产提了几个月的折旧 正好是5年 你自己掰手头算上 我不给你算了 正好是5年的折旧 所以提了一半 你的原值是600 折旧是300 所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是一半 300万 假设清理没有残值啊 因为你是报废 对吧 报废 请问固定资产最后的清理净损师走啥 走营业外支出 对吧 最后清理的净损师 记录到营业外支出 那也是借营业外支出 带固定资产清理 好了 人家自己这事 他报废了 他提前game over了 结束了 这时候地盐收益 你告诉我还剩多少 还剩一半呗 一共180 剩一半剩90呗 所以这个时候地盐收益 也要转当期随意 各位 你报废走的是营业外支出 它是在营业利润之下 你发现没 它是在营业利润之下 这叫与日常活动无关的 或者叫非日常活动 因此这时候地盐收益 转哪去 营业外收入 剩一半 那就借地盐收益90 带营业外收入90 大家注意 这个是我们诸快教材的写法 那个倒霉的中级书 它不这么写 所以有考中级的同学 请按照中级教材的写法 来进行复习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净额法 净额法跟那个地盐收益没有关系 它没有嘛 对吧 它的原值是420 提了一半200亿 账面价值还剩210 好了 你就直接把这200亿多 转到营业外支出就可以了 所以借营业外支出210 带固定资产清理210 OK了吗 说清楚了没 好了 我们把总额法和净额法 这两种方法都给你同步进行现场直播 同步进行现场直播 你自己下课也得自己再看一看 你感觉挺简单 你自己动手去做的时候 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了 行了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了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 回来给大家介绍剩余的内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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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